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技师 有一位网友要求我做关于蜂胶的影片 蜂胶,英文叫做Propolis 蜂胶并不是蜜蜂的提取物 而是蜜蜂从树的树枝、树芽和树皮上所采集的树脂 掺杂一些花粉和蜂蜡 再混入蜜蜂本身的分泌物 而形成了一种胶状混合物 一只蜜蜂每次最多能采集10毫克的蜂胶 所以以上业角度去看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个蜂巢有多少只蜜蜂 就能产生多少量的树脂还有蜂胶 每个国家区域的蜜蜂的繁殖能力 还有就是采集能力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每个国家的蜂胶的营养价值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其实有不少的方法能确定你买的蜂胶 是不是真货或者是是不是优质的蜂胶 今天我就说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把一张白纸放在桌子上 然后选一粒胶囊 用剪刀剪开胶囊 将胶囊里的内容物挤出 滴在白纸上 将白纸提起 然后等一分钟观察液体状态 如果里面的内容物能平均分布的话 就证明你买的这个是优质的蜂胶 如果内容物不平均 就有可能买的不是好的蜂胶 或者是甚至是假货 第二种方法叫做水溶法 就是把胶囊剪开 将蜂胶液滴在水里 然后你就看到底能不能沉淀 会不会不散开 无论你怎么搅拌都不会溶解的话 这就是真的蜂胶 如果内容物可以溶于水 就你可能买的就是一个假货 第三种方法就比较科学化啦 就是用这个紫外线仪器去测量总黄酮含量 紫外线仪器会利用黄酮 会吸收紫外线的原理 将紫外线光束穿过蜂胶溶液 吸收紫外线越多的蜂胶 黄酮就越多品质就越好 蜂胶里含有很多的有机物质 比如说多分类黄酮类物质 芳香酸还有很多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蜂胶里的多分类具有很强的杀菌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蜂巢上找不到什么细菌的原因 所以就有人把它当作是天然的抗生素 生病时就会服用它 尤其是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喉咙发炎不舒服都会买蜂胶 因为蜂胶不仅是有杀菌的功能 蜂胶也可以帮助消炎 消喉咙的肿 还有就是提升免疫力 蜂胶里含有黄酮类物质 我们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黄酮 黄酮必须从一些水果或植物 比如说草莓 蓝莓 或者是葡萄种摄取 刚刚提到的蜂胶是从素质 混合密封的分泌物所形成的 所以蜂胶是有很多的黄酮类物质 这个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衰老效果 而且也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溶解血脂 对党不存高的人也有可能会有帮助 当然也有人说蜂胶能降低血糖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已经是有糖尿病的话 还是建议你去看医生以吃西药为主 严重过敏的人不适合服用蜂胶 因为蜂胶里含有花粉 一些敏感的人绝对不要碰比较好 小宝宝和孕妇也是不适合服用蜂胶 最后就是服用西药的人 最好是询问你的医生或药剂师 才决定要不要服用蜂胶 服用蜂胶的时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正常的情况下 是以早晚空腹服用效果会更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蜂胶的疑问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询问 我们下个星期见 还有记得一定要点赞和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一定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拜拜